我们现在来介绍条件几率 条件几率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前提的 什么叫做前提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写法 这个符号的话呢代表的是 在A发生的前提之下 B发生的几率 那么我们的公式的话呢 写法的话呢 底下是PA 上面是PA交集B 那么我们的话呢 要了解的是什么呢 这个条件几率的话呢 是把我们的空间 这个样本空间缩小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图 比较容易了解 我们来看 整个来说的话呢 这个是Omega的话呢 是代表的是样本空间 A 黄色的是A 红色的是B 那么在A发生的前提之下 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我们的样本空间就缩小了 它只能够允许A 然后的话呢 B会发生的几率只有这一块 这边的话呢 在B之内的 那这个叫做 这一块的话呢 是A 交集B 所以的话呢 这个公式的话呢 不难了解 我们的话呢 分母应该是PA 就是我们限制在A的前提之下 A交集B是我们的事件 所以我们的话呢 把这个公式的话呢 应该要了解了以后 会比较的话呢 容易去应用 那么我来介绍一个例题的话呢 比较容易的话呢 能够进入这个条件几率的一个解释 来我们来看一看 有一个家庭的话呢 它是两个小孩的 那么已知两个小孩的话呢 至少有一个男生 求两个均为男生的几率 那么我们的话呢 如果我们没有学过条件几率 这题可不可以做呢 其实也可以 我们把所有的可能全部列出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两个小孩 我们的话呢 就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列出来 两个小孩的话呢 我们要写成的话呢 是一个数对的方式 他的可能是男 男 要不呢 男 女 再来呢 女 男 再来呢 女 女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所有的可能 如果说他什么都没有说 有两个均为男生的几率 我们可以一看就知道 两个都是男生的几率 就是这个 所以是四分之一 这个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有一个几率上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叫做事前几率 以及事后几率 那么什么叫事前几率呢 是他没有任何的要求 前提的话 我们叫做事前几率 以这一题而言 事前几率是四分之一 那么事后几率是说 他给我们了一些限制条件了 那么几率就会跟着改变 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的话呢 现在的话呢 已知两个小孩 至少的话呢 有一个是男生 那么是不是这个就不算了 所以的话呢 我们直接的话呢 直观来说的话呢 这个答案是 样本空间一共有三个 所以的话呢 答案是多少呢 三分之一 好 那么这个公式是怎么用的呢 这个公式的话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还是要应用一下公式 如果说要用这个公式的话呢 我们就把他的事件先列出来 现在的话呢 A代表是什么意思 A代表的是 至少有一个男孩的事件 来我们的话呢 先把事件先列出来 A代表的是什么呢 是至少的话呢 有一个男孩 好 我们写男生 那么B事件呢 是两个均为男生 那么B事件的话呢 我列出来是两个均为男生 那么题目是这样说的 P A发生的前提之下 B发生的几率 那么我们就直接算了 那么B发生的话呢 是在A前提之下 那么我们怎么算呢 我们来看一下 P A是多少 A指的是至少有一男生 至少有一男生的话呢 这里面的话呢 至少一男生的是有三个 所以原来的话呢 原始的几率是四分之三 再来的话呢 A交集B A交集B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 至少有一个男生 有两个均为男生 所以的话呢 A交集B的话呢 就是这个 所以的话呢 是四分之一 来我们来对消之后的话呢 答案的话呢 一样 也是三分之一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只要是熟练了这个公式 或者是使用的是 我们把样本空间的缩减 都可以对付条件几率的问题